那今年這個積溫不斷 雖然大家解封了之後 觀光 旅遊 航空業熱得不得了 但可能也因為熱得不得了 所以一點點出事 包括華航出現了重大公安意外 飛機維修員在移出起落架 造假送醫不治 另外聯合航空也貨不擔心 說他的航班機器受損 還接到了炸彈威脅 航空業是有優有喜 我們先報優 不過你知道航空業 經常就會有類似像 丟枝這樣子 就是一家出事之後 就連續都會一直出事 好神奇 特別是飛安問題 那幫我們首先先看是 這個算是公安問題 華航就在前兩天的部分 2月21號傳出重大的公安 主要是一個54歲的姓徐的 維修員 他在維修是一個報廢的747 他在拆他的起落架的時候 突然就這個安全裝置斷裂 結果他就被一夾 夾救他屬西部出血 大量出血 有個重點 出血流多的時候 你心臟血之後 他就會有出血性的休克 那這個東西大家特別注意 小孩子或家裡大人 如果有出血 你不要覺得小事止血 你會休克 他就是這樣子而過世的 所以當然因為 這個部分的狀況 是一個報廢的747 本來要賣回到美國 但是你又沒有電了 什麼都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其實並不是有經驗 來處理這個報廢的747 所以釀成這個公安意外 現在相關的檢察官偵訊 其實在相關的 大概主管的部分 有三個人 其實還是移送過世殺人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個遺憾 當然講到這個飛機的飛安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又是波音 今天發生又是波音 而且是先看UA 美國聯合航空 那這個主要是在2月19號 他就最近 究竟山藥飛到洛杉磯的過程裡頭 結果呢 飛機上的乘客就說 在他的右側的機翼 是明顯破裂 破裂 所以飛一半的時候 趕快改降 中途降到丹佛機場 所以趕快緊急的維修 那這個部分 幸好沒有發生事情 那但是呢 美國聯邦航空總組 已經展開了調查 UA是蠻可憐的 UA同時竟然還是 也就是這兩天 2月21號 又出現了 人家在廁所流添了說 有爆炸物 炸彈 結果後來在查的時候 也安全了 因為中途也降落了 但是呢 警犬確實也找到了 一個疑似的炸彈包裹 剛剛就講 可是呢 大家已經在網路上 看到一個真的最恐怖的 在今年年初 1月5號的時候 是飛往阿拉斯加的 這樣的班機 是737 MAX 9 是怎麼飛一半當中 他的內看似的整個機門 就門掉了嘛 掉了 哇 那個因為有 你看我現在畫面上看到 其實就是有 有這個乘客就直接拍他視頻 太恐怖了 坐在那個機門旁邊 乘客要扶著 你就空個大洞 一不小心人就被吸出去了 所以737的這個部分 其實還包括 天啊 美國的這個 美國的布林肯 他在德國參加 世界經濟論壇的時候 結果他的飛機 國務卿的飛機 也同樣發生 這個氧氣漏的部分的故障 最後呢 休沒辦法 還是帶一台小飛機 把它接回美國 接連接連的故障 所以就使得 特別是737 MAX 大家有印象嗎 2018年19年接連兩個非常大的公安事件 所以20個月 737 MAX這個波音的機型 停飛了那麼久 那麼他們不但說是安全安全安全 可是最近又發生 連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的飛機也出事 所以現在737 MAX的這個專案負責人 已經確定要辭職了 不過這個都是 雖然飛機經常出事 但是今年呢 搶飛機搶人搶得可兇了 對現在說法是 有飛機就有錢賺 那到什麼樣的地步呢 主要是客運跟貨運都很強 我想客運可以理解 特別是在今年從耶誕節之後的 過年期間到農曆過年 在整個我們以台灣來說吧 大概所謂國際航空 也就是說包括長榮跟華航 大賺錢 賺了破百億 這裡頭包括華航跟長榮 都是在1月都是合併營收 雙創同期的新高 這裡還有貨運 航空貨運期事實上 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了 主要是來自於 特別是很多的這個空運大單 包括像整個亞洲地區 尤其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很多是主要是什麼呢 主要其實就是電商 電商因為有很多的貨運 所以包括拼多多 把他們的部分的貨運單都丟出來了 所以這裡頭有包括 單單是去年只有30億件的海外的包裹 在全世界飛來飛去 那麼這裡頭當中呢 特別是貨運當中有三四成的都是電商 再加上因為中美的這個航空飛機 目前還沒有一些先前抵制 然後各方面商務需求下降 這就使得透過台灣跟香港轉機 來運送這一些電商的貨物 比如說Tenmium Bikushin 阿里巴巴的速寶通跟TikTok Shop 這裡頭大量的往美國的 被視為說是出海四小龍 賺得盆滿撥滿 那麼這就使得 現在大家都在搶飛機 但講到飛機的部分 其實其實航空業還有一個 最近在網路上很受到討論的部分 就是開盲盒 航班盲盒 你知道大家有多愛旅行 已經愛到什麼程度 什麼叫航班盲盒呢 觀眾朋友 你可能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名詞 那是呢 就是你去買飛機票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會到哪裡去 對 這瑞典航空的 因為我可能買了機票之後 我上了飛機 我才知道說 他要把我載到哪裡去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你旅行的目的地在哪裡 怎麼會有那麼多人 還報了千人去報名 大報買 這張飛機上4月5號起飛 然後呢 飛飛飛 然後4月8號再飛回來 你真的不知道去哪裡 他飛到中途才會告訴你說 他飛到哪裡 飛到中途 沒錯 在瑞典的北後航空 這滿有意思的 所以你不知道飛到哪裡 你是不是飛到西班牙 或者更熱的地方 所以你不知道帶多少行李 你不知道穿冷或熱的衣服 所以帶來很多想像的趣味 歐洲人吃得太贏還是怎樣 就是說 竟然瞬間千元報名 過去其實德國的 他有給你行李打包指南 他可能會提醒你說 你要準備什麼樣的衣服 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到哪裡去 對 沒有記者想要飛到哪裡 當然講瑞典的部分 在台灣有迎來教課 航空迷很特別迎來的部分 也是瑞典航空的一架 白金運輸機 大白金 這是空中巴士的A300-600ST 全球幾乎只有五架而已 它大的不得了 大到什麼地步 它是個貨機 它大到的部分全長是63.1公尺 相當於兩隻金魚的這個場 高18.9公尺 翼展60公尺 它的載運量達到51公噸 比運輸能力也包括 超過了30% 因為它的這個幫助 外面還有彩繪非常漂亮 那麼難得抵達台灣的台灣機場 好多航空迷專程跑去看 航空迷真的是對於能夠大開眼睛 看畫面上 看旁邊 長得這個就夠足以